好創下國際間的風向一直在改變 這個週末瓦格納兵變普廷 事實上要面對的是倒台危機 但是同時華盛頓跟華爾街直接定調 不能跟中國做生意 不能跟敵國敵人做生意 同時這個週末 美國眾院快速通過台美貿易倡議 可是在臺灣的選戰 三人施殺的是福茂 而且一個福茂各自表述 其實世界已經有一個根本性的改變 這改變是美國已經徹底的認清楚 不能跟敵國做生意 而不能跟敵國做生意之下 接下來他們在問的一個問題 就剛剛看到史考德和那個先必先的主播在討論的是 如果不向中國買東西會怎麼樣 那如果我們要怎麼樣 不向中國買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也是可以去影響到 中國入侵台灣的這個決策上的一個變數 所以跟中國越走越遠 這種越走越遠的時候 你就看到最近的幾個形勢裡面 是先前的時候 台美21世紀的貿易倡議 很快的快速通光 眾議院通過了 而且莫迪跟拜登 非常高調的繼續的要中國 要把中國的生產線 大量的移到印度去 也開始生產鏈供應鏈全重組 在這個時候全世界都開始向中國轉移了 就算是剛剛CNBC的主播都會撤回條條 拜登雖然在安撫習近平 但是看得出來 其實在貿易上都有個巨大的轉變 不可能回頭了 在關稅的整個狀況下 比川普時代更嚴厲 在半導體的一個打擊下 對中國的打擊也更大 所以大家都往前走的時候 台灣內部裡面 開始有人的頭 眼睛是長在後面的 開始回頭去看了 回頭去看好幾年前 九年前的福茂 而這個福茂呢 最早的是柯文哲扯出來的 那柯文哲是因為 憑空撿了一大堆便宜 他的便宜是什麼 綠的選票他拿不到 可是台灣反綠的選民的情緒 相當的高 絕對過於半數 所以當他看到賴清德過不了天花板 當他看到侯友宜實在太廢 已經接近15%的防磚線的時候 他開始想要跟藍軍招手 所以他先前面的時候 上個禮拜就拋出了 福茂的狀況 而這福茂的狀況呢 開始被打 因為當年你是反福茂的 當年你也是坐在前面的 他開始就開始用那一招 他的那一招就是 吼一揮起啊 動拉西扯 動拉西扯 扯半天說 這個東西是內部討論 又沒有公開 媒體呢 斷商起域 然後名嘴啊 綠色媒體啊 放狗咬人 扯一堆 扯一堆之後 其實是他原來就是想要 表達這個意思 跟藍軍招手 尤其是最近因為海峽論壇 台東的世家 又過關了 所以是柯文哲玩 但是柯文哲在這邊玩的時候 柯文哲也碰到了一個 他真正的罩門 這個罩門是 你會看柯文哲很少動入 對 很少反批的是什麼 就是台大一訓裡面 他訪問的 中國要我選我不選 那當然可以做很多解釋 可是中國要他選 這個陰密集一出去 他就碰到一個極大的一個障礙 這障礙是什麼呢 現在35歲到45歲 這一群年輕人 基本上當年是反服貌的 但是你會看到 最近因為國民黨太廢 還要對民進黨的不滿 柯文哲在這邊的民調裡面 持續的上揚 可是這群人 他們且許對服貌有看法 還沒表達出來 但是35歲以下的這些人 根本不知道服貌是什麼 所以柯文哲好像沒受到影響 可是這群人也是天然的認為 台灣和中國一邊一國 互不隸屬 當中國要他選 所以柯文哲在這個部分受了傷 而這受了傷之後 你就看到了 有一個人非常忙碌 也非常盲目 每天不知道在幹嘛的 侯友宜 開始跳進來了 他也開始講說 支持重啟服貌 兩岸要對話交流 是想要去搶這個話語權搶回去 然後又把他賴的是民進黨 和柯文哲當年擋到了服貌 所以造成這個狀況 可是我們今天回來就是 回到一個主題來看 現在中國已經有年輕人16到24歲 24%是官方的 非官方的不知道還有多少黑數 是失業率 你開啟服貌 這些人員 如果來到台灣 怎麼去台灣怎麼去吸納 然後第二個是 生產供應鏈都往外面走了 連貨貌 現在台灣跟中國要不要談貨貌 生產供應鏈的重組之下 都未必有必要的 連富士康都在離開中國了 而且富士康這個週末 要增加的是印度的半導體投資 還不是組裝的投資 然後連富士康也都加碼 墨西哥的投資 然後這個時間點 侯友宜跟柯文哲 竟然在打服貌的外主義 全世界都在去中國化跟離開中國 連富士康都在大舉加碼 加快速度離開中國 但是柯文哲跟侯友宜 想要打這一塊服貌 親中路線的選票跟政治主義 所以他們最後呢 就變成是在想要是說 這個是代表藍軍 可是你會發現藍軍裡面 都開始遲疑了嘛 藍軍裡面真正有從事製造業的 從事金融業 對全世界的科技 和全世界產業的變化 比他們兩個知道的太多了 所以他們現在是 連服貌 這個環境已經變了 連貨貌 現在都未必有需要的時候 他們兩個還在這邊打 還在那邊搶的時候 當然這個時候 可是你會看到 其實民進黨內部 還是感受到壓力 這壓力什麼 當柯文哲破山之後 賴清德又好像沒有突破天花板 所以看到賴清德 當然就說他們是負責任 他們是堅決反服貌的 但是你也看到 怎麼幫賴清德整合 所以賴清德的團隊 是不如蘇貞昌的 在今天中午左右 蘇貞昌馬上 雖然現在已經沒有資源了 但是蘇貞昌臉書裡面 馬上可以做出來 蘇貞昌臉書打了服貌這個議題 而且蘇貞昌丟出來的是2013年 蘇貞昌的PO文 各位觀眾朋友 這是2013年的PO文 你看時間是2013年 好那個時候是洋洋灑灑 羅列了服貌可能衝擊的服務業 特別是中小型服務業 對 所以蘇貞昌很快再重貼這一篇 他其實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衝擊有多大 然後另外一個是小英之友會 在新北的時候 在這個端午節假期的時候 也是特別的要幫賴辛德拉抬 可是人拉抬多少 因為賴辛德有很多的困境 還是沒有突破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看到一個變化了 這變化是什麼 柯文哲開始呢 玩的一套呢 就是邱毅講說 一哭二鬧三上吊 其實他不是 他就是故意 活一活一氣啊 創造議題 然後說要我不選也可以 條件 但是另外一方面說 他心目中 已經有行政院長人選了 有NCC的主委的人選了 叫做黃偉翰 到處給你拋議題 可是拋議題之後 他的核心的 中國要他選 這件事情還是有衝突的 對他的選票的核心 是有一個衝突的 對 所以這個時候 你會看到 就我認為 柯文哲在服帽上面是受傷了 所以他今天接受專訪 然後又說 其實可以兩岸先有監督條例 然後呢 再討論貨帽 然後再討論服帽 所以柯文哲跟柯粉 過去一個禮拜以來 已經改變N種說法了 就一下反服帽 一下說沒有 我們反的是黑箱 一下說其實都反 然後今天新的說法是說 兩岸如果監督條例過了 我們可以先禍罵 禍罵之後可以先服罵 就他說法反反覆覆 已經變了好幾個版本 這個要從柯文哲的 食癌產生的個性去理解 柯文哲是急診室醫師 急診室醫師從來就沒有一套 完完全全的治療方法 碰到什麼問題 立刻解決 碰到什麼問題 趕快出手 所以柯文哲一定是非常清楚的知道 他的選票結構 上揚的 像直升機的上揚 已經到了高原區 甚至有可能掉下來 所以就反反覆覆 好 那就回來了 那現在就回到這個狀況 侯友宜 非常忙碌 也非常盲目 因為真的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一下去桃園 就議長在那邊拉一拉 一下去彰化 一下去藍頭 這扯來扯去 然後柯文哲講兩岸一家親 他就講兩岸一家人 可是前兩天他又才講說兩岸 那邊叫西邊 所以侯友宜還是很混亂 可是這時候你就看到 一大堆人是不是在動搖 這在動搖裡面就有一個人 開始在等待 七月變局了 這個七月變局是什麼 就是郭台銘 那郭台銘呢 目前的一個說法是 可能在七月會到美國一趟 然後到美國一趟 首先的一個是 表達了一個 他也是一個國際級的人物 再過來呢 他也可能接到羅森伯格 甚至於透過他加州的科技業 搞不好跟麥卡錫也握握手 吃吃飯也不一定 這個時候是他展現他國際格局 第二個在這個時候 你侯友宜如果持續的掉下去 其實大概現在你會看到 國民黨對侯友宜 已經是提前進入說哈的狀態了 因為侯友宜打死不退 可是那些小基因認為說 你不退我們會被打死 所以那已經是情況很複雜了 然後整個朱利人就跳出來了 跳出來之後 那樣強勢的動員能力 先說不要放看板 但是放看板裡面呢 又收了一個尾 就是說如果跟不是非黨的 其他候選人合是可以的 那剩下誰 那小基如果跟郭台銘合呢 就是說小基要掛看板 不可以掛跟柯文哲的合照 但是可以掛跟郭台銘的合照 所以小基要政治外遇 不可以外遇柯文哲 但是可以外遇郭台銘 所以外遇條款 事實上還有因人而設條款設事的 就是只能吃渦邊草 不能跳出去吃其他的草 就是這意思而已 但是另外一個 先前說要看板 你也看到很多那個國民黨的人 看板很貴 然後他們可能是放在哪裡呢 可能是新北的人 三支的某個山路的出口 就是有交代就好嘛 所以這個整個情況 所以郭台銘又變成越越意思 但是郭台銘在等的就是 大概到了七月中的時候 還有一波民調出來 如果這個時候 侯友宜還是預證法律 那723的變數就多了 那如果723還是要硬挺下去 因為現在想說不能換嘛 那九月十二號 開始可以啟動連署 那個變數才是一個狀況 而對賴清德來講呢 一打三 搞不好是賴清德最希望的局面